在娱乐圈有一位演员,虽然他在娱乐圈并没有名气,但是说到他的父母以及继父,却是一个第一个名气的,可他或许是从小受家庭影响,所以脾气非常倔强,并且最终因为不听父亲的话, 执意要成为演员,所以如今却只能是演配角,他就是吕丽萍与前夫张峰义的儿子,娱乐圈中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张伯宇,说起张伯宇,除了是娱乐圈新二代之外,似乎再也没有任何荣耀,由于当年父母早早的离婚,在离一家庭中长大的张伯宇,也是性格古怪,不仅脾气倔强,并且从不听从别人的建议, 所以他在没有听从张伯宇的建议下,如今成为一名只能是演配角的演员,而相比父亲张峰义,母亲吕丽萍和继父孙海英,简直没法比较,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一下张伯宇吧。 张伯宇,1988年出生于北京市,毕业于中戏表演戏,其实小时候的张伯宇就非常喜欢表演,他从小瞒着父亲张峰义,进入由母亲吕丽萍串扮的表演学校,并且还把张峰义的成名作霸王别姬,自编自演成舞台剧,可谓是才华横溢, 然而长大之后考入中戏的他,虽然在校期间偶有闪光点,但是因其样貌,实在非常一般,所以始终都没有剧组,邀请他参演影影视作品。 直到2010年,他参演在电视剧《别照我撒谎》中饰演男主角,而进入娱乐圈,出道之后的张伯宇,参演过许多声声率很高的影视作品,像《楚汉传奇》、《新编辑部故事》、《激情燃烧的岁月2》、《盗幕笔记》等,但是许多人都明白,这些作品也皆都是基父孙海英,为他争取的机会,然而电视剧播出之后, 观众们不但没有记住张伯宇,并且还觉得他太不争气,幸福如此付出,他还是没有抓住机会,实在不争气,在娱乐圈被称为新二代,的明星可谓是比比皆是,这其中有的早已大红大紫,而也有的却是如何给予机会,始终都不能走红。 就像张伯宇,他的新二代身份,与其他新二代还有很大不同,他的父亲是张峰义,母亲是吕立平,并且继父是孙海英,如果他们三个人拍一部影视作品,可谓是超强阵容。 然而这些荣耀附加到张伯宇身上,除了是娱乐圈新二代的身份之外,便在无其他的作用,然而或是从小父母便离婚,又或者是屡次给予机会,又屡次浪费机会。 所以张伯宇也是逐渐的性格和脾气变得倔强,当初就在张伯宇选择报考大学的时候,父亲张峰义曾给他建议,觉得他并不是合当演员,应该学习其他的专业而不是表演。 可是倔强的张伯宇不听父亲话,依依孤行的选择学习表演成为演员,至此,结果也是可想而知,而这个结果便是,张伯宇出道多年,除了首部作品试验主角之外,便再也没有饰演过主角,虽然饰演配角也存在配角逆袭的说法,但是确实,终都没有发生在张伯宇的身上。 许多人觉得,虽然张伯宇当初的建议很不中听,但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,张伯宇的确不适合当演员,因此,倔强的张伯宇如今也只能饰演配角杜玉,其实许多人觉得,张伯宇很不幸,身为娱乐圈的新二代,本应该此成副业,甚至长江后浪推前浪,并且他同样拥有这个想法,可是因脾气倔强不听父亲话, 落得如今只能饰演配角的下场,那么这究竟是谁的错呢? 我觉得一个把掌拍不响,父母觉得孩子不懂事,那是因为父母没教育好,而孩子不相信父亲的话,还是因为父母的原因,所以教育失败的张伯宇,也才会有今天的境地。 感谢观看